為期三日的公展會 下星期五開始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打了一劑疫苗的市民 可以免費入場 陳家文報導 公展會去年因為疫情 停辦實體展覽 今屆由維園移師到室內的 亞博一號展覽 不用怕日曬雨淋 又有消費券 廠商會認為有足夠吸引力 今次我們首次在夏天舉行公展會 第一期的消費券將會在8月1日發放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很相信公展會購物節 將會引發起報復式的消費 刺激在零售市道的復蘇 會場有超過250個攤位 除了賣食物、電器等等 更加特設寵物保健區 賣寵物食品和清潔用品等 今次第一次參加公展會 寵物上的需求 現在在香港來說是比較大的 所以都相信今次的展覽 會有不錯的發展 除了到展館消費 頭兩天各有一場直播帶貨 市民可以網上搶救優惠套裝 公展會不設現金即場買票 要用百特通或網上買票 入場費10元 打了針還可以免費入場 場館上限是可容納人數的一半 每個小時限6000人 預計3至5萬人入場 有線電視記者陳嘉敏報導